美国CNN各时断头条 除了裴洛西还是裴洛西 101大楼点灯欢迎 街机现场发机牌画面也入境 Nancy Pelosi has become the first US House Speaker to visit Taiwan in 25 years she arrived in Taipei Tuesday night in a show of diplomatic support for the self-governing island 各大主流外媒 包括华盛顿邮报 英国BBC以及纽约时报 头版都高挂裴洛西照片 说她立抗北京压力访台 As we have said The Speaker has the right to visit Taiwan We're obviously monitoring her travel As we always do for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we've taken all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her travel throughout the region 佩洛西一下机就连发三则推文 表示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 代表美国坚定不移 致力支持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 对于这趟台湾行白宫态度 从原先的劝退转为力挺 共和党更有26名参议员 发布联合声明声援 裴洛西 飞航资讯网站Flyradar24推文揭晓 佩洛西搭乘了SPA-19班机 降落时多达70万8千人追踪 成为网站创立有史以来最多人关注的航班 裴洛西来我们台湾这个行程 今天攻占了世界各国这个新闻的头条 全世界都在看 当然不要说是我们台湾了 我们台湾重视的程度 当然又是更上一层的 我们来看到尤其是要选举的 先来看到台北市的这个民进党的参选人 我们从阿中部长这边开始来看 陈时中昨天就说了 有朋自远方来 当然是很开心啊 不亦乐乎 而且我们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 那另外呢 这个柯P指定的接班人黄珊珊 她也是说 我们结成欢迎为自由人权发声的女斗士 用这样来形容裴洛西 那再来看到的就是国民党的蒋万安了 这个哦 赶快来请教时期姐 昨天蒋万安突然在这个媒体连访到一半 突然从中文切换成英文 要表现她真的非常挺 结果好像全党只有她挺啦 这个其他不分区里面的人 好像都在扯她后腿一样 讲话还蛮可爱的 就是立刻切换双声带 然后又用讲了一串英文 然后她发音不错哦 还蛮好听的 讲英文蛮好听的 对也就是说看得出来 她就啊 这个真的很清楚的表态 我真的很欢迎 对他有准备的嘛 对对对对 那显然的候选人已经清楚定调 所以那个问题就是 请问你们团队到底是 一个团队有几种立场 这是大家的疑问 你不能说我主帅 已经做了这样的表态 可是我的团队里面的发言人 却是各唱各的调 然后什么话难听 就讲什么话 比如费宏泰讲有功难听 就是说这个陪洛西是个大隐姓啊 就是炸弹啊等等等等的 讲这么没有礼貌的话 我觉得基本的礼貌要有啦 就算你心里面是觉得不欢迎她 不喜欢她 但是你也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这样子公然的羞辱 有一个来访的朋友啦 对外宾很不尊重 对对对 我觉得太过失礼 那失礼的话 当然扣分的除了当事的政党之外呢 你会让国际上面怎么看台湾 就国际上面是 是对于裴洛西是有一定的尊崇的程度 裴洛西进到他们的国会 是大家都要起立的 是是充满了敬意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的话 如果国民党用这种 不欢迎的羞辱的 然后用难听的话 还叫他还有一个国民党的 这个前外交官来说 请他自己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就是搞了这么多的麻烦 赵岳康今天也改口了 觉得你带来一大堆麻烦 也就是说人家还在台湾访问 他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台湾 结果你们是用这样子的态度 展现你们的代客之道 这个我觉得就是让人摇头 觉得不对啊 你国民党好歹也是一个大党 有历史的政党 那怎么会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 朱立伦才刚去美国回来 对你才刚去美国 然后告诉美国人说 我告诉你哦 我们国民党是亲美的 那你这么亲美 结果你的党员里面全部都在羞辱人家啦等等的 那回到我刚刚讲的 你主帅定调 你为什么可以放任你的团队 有各种不一样的这种施理的言论 费洪泰是一种 李德韦是一种 然后呢 这些帮忙你选举的 赖世保也是一种 那请问你到底是要怎样 你不能两面都要讨好啊 这边的票我也要 那边的票我也要 然后呢就一个团队展现出各种互相矛盾的这样子的立场 所以这个反而会带衰你讲万安啦 就会让人觉得说你看吧 你连自己的这个几十人的小团队 你都管理不了 你将来是要去应征台北市政府市长的位置呢 那栋楼里面有多少个人要需要你带领啊 你小圈圈都无法带领了 你凭什么去当市长 凭什么去领导整个台北市政府团队 这是讲什么笑话嘛 那所以当民众没有办法对你产生信赖 但他对你产生质疑的时候 你怎么选得下去 这个才是疑问啊 那你看连柯文哲 连柯文哲自己民众党都还做了一张图 表示我们柯文哲的立场 我们也是这个非常欢迎啦 亲美的啦 有日的啦 可是我们也要趋吉避凶 这种就跟国民党一样 讲废话 也就是说现在这种路线 你不可能与与熊掌通通兼得 也就是两面讨好啦 这边也要啦 那边也要啦 就是一种没有立场的立场 油腔滑掉 我会觉得政治人物应该要避免这样子 毫无忠心思想 然后呢油腔滑掉 一下子跳这边 一下子跳那边 一下子告诉你说 我跟你讲我末绿哦 一下子其实又在那边跟中国眉来眼去 我会觉得这些其实都 其实都是羞辱了你自己 就是你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可是我觉得没有立场 或者是想要两面讨好 这些都是羞辱了自己 来 我这个我们来请照一下台北市的议员 茂南议员怎么看哦 这个台北市的市民能够接受吗 蒋万安哦 这个练好一口英文 这样说欢迎裴洛西 结果马上他团队里面的废红泰 就打脸他了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这是两面手法吗 这是特别的这个竞争的手法吗 对这个讲起来就是大家对政党不信任 就是说国民党一直在讲说 我是有日亲美合中 但是从多项的民调上显示出来说 大家觉得你是有中 不见得是亲美 也不见得是有日 你的有中一定是排在第一位 你想想看 他的竞选团队到底是在扯他后腿 还是在讲真心话 我们看起来到底是提无救我 还是越帮越忙 到底有没有要帮他选 大家看不出来 所以我认为说这样子 蒋万安说他是一个伙伴关系 一个坚实的伙伴关系 结果有人说拆弹 有人说惹恼中共 后果自行负责 苦果自行承担 有人又说丢掉海峡中信 有人又说这个是火药库 重创台湾的百业 民不聊心 民不聊生 森林涂炭 那你这不是在唱衰台湾 不是在唱衰台北吗 意思就是说 这个裴洛西来台湾 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根本没有带来什么东西 那这样子的情形 你还欢迎他吗 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提出来 国民党老师让人家觉得说 时间错字 到美国说我要亲民 但是回来的时候 做的是另外一回事 让民众觉得说 到底国民党 什么时候才讲真话 那么今天就对蒋万安 讲这个话 我们要特别提出来讲 就说蒋万安 如果说你真的是亲民 但是你的伙伴都不亲民 那人们要怎么样投得下去 因为你底下有太多的 不同主持人分子 有寒流 有这个军人